最近中國動作很多 不只下軍艦跟下小子一樣 然後還聯合俄羅斯的軍艦 大概十幾艘 十幾二十艘軍艦 穿越北海道的外海 去挑釁日本 然後更不要講 對台灣說我不惜一戰 可是大家也好奇了 中國最近這些動作 他到底有多少的底氣 敢跟美國這樣子叫板 可是嘉仁老師你要報一個大料 你說其實美國有警告中國 什麼警告中國說 你敢給我對台灣動武 我就用毀滅性的武器對付你 還不用跟你講一聲 真的假的 現在中共最近有三個動作 第一個是跟俄國的艦隊 穿越北海道北端 跟那個枯葉島那邊的海峽 然後往西邊進入日本海 這是一個 然後這二十個艦隊 這樣的一個對日本的一個 示威一樣 威脅 第二個動作 宣稱台海不是國際水域 是內海 這個毫無疑問 這簡直就是直接跟美國挑戰 第三個當然就是福建航母的下水 那這三個動作 可能是因為背後有一個事情 就是在香格里拉的對話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跟中共的國防部長魏鳳河的對話 那個對話原本奧斯丁一直要跟中共的那個中央軍委的第二號人物就是副主席許其亮來對話 因為美國國防部長上面是總統所以他要跟中共的軍方二號人物來對話 不是跟國防部長為什麼 因為國防部長在中央軍委裡面頂多排到第四 上面有個主席 兩個副主席嘛 已經有三個人在前面了嘛 國防部長再怎麼前面可能還沒有到第四 可能是第五而已 所以中共的國防部長去講話的時候是讀稿子的嘛 他是聽命辦事的 他沒有真正的決策權 所以美國國防部長跟他談沒有用 所以要跟許其亮談 軍委副主席 被中共拒絕 那這一次為什麼美國國防部長還要跟魏鳳河談 其實不是談 不是對話 是訓話 就是我告訴你 你把話帶回去 是這樣子的 因為美國國防部長本來就沒有要跟魏鳳河對談 他是要跟許其亮對談的 中央軍委副主席 那這一次還會跟他談 一定有作用嘛 就是我告訴你 你把話帶回去 那這個話據說 不能這個側面的消息來說 美國是這樣講 如果中共敢跨過海峽中線 攻擊台灣的話 美國不經外交召喚 直接進入戰爭行動 進行戰略性毀滅的軍事行動 不用外交召喚 我就直接給你打了 而且是戰略性毀滅 一想的話就核子武器囉 戰略性毀滅就是核子武器 也許你可以這樣想像 就是說美國不經外交召喚 直接開戰 所以美國對台海的問題 不但軍事介入 但是他也不是烏克蘭那種介入 出人出武器什麼 出那個情報啦 提供情報等等 提供運輔的這種人而已 他不是派直接部隊進去對不對 美國在台海這邊是直接出手 而且是直接到位 比如說你的核子武器的基地 你的飛彈的基地 你的軍事基地 可能會遭遇戰略性毀滅 是這個意思 用我們的話講 你給別人試試看 就是美國花狠話 搞了半天中共是流氓 美國是黑道大哥 穿西裝而已 所以原來他在會議裡面 是這樣給中共洗臉的 要他把話帶回去 然後還沒完 你敢跟台灣開戰的話 等同於跟美國 以及美國的所有盟國開戰 包括日本、韓國、北約、澳洲 你敢打台灣 就等於跟我美國 以及我的美國的全部盟友開戰 講硬話到這個地步 所以魏鳳和鼻子摸了回去以後 中共就開始 就是很難受對不對 要滑洩一下 所以你就看到這些動作 什麼台海是 不是國際水域 是內海 全部的這些 所謂囂張一點的動作 強硬的談話 很可能都是因為這個刺激出來 是被老大哥訓話了 不瞞我發洩情緒 你說被老大哥 啪啪啪打臉了 然後受不了 很生氣 中共很氣憤 所以講這些語無倫次 說台海不是國際水域 我告訴你 那個很簡單 遼寧號穿過宮古海峽的時候 那個地方是不是國際水域 答案是 為什麼 因為十二海里之外 算國際水域 那中共跟俄國的軍艦 前一陣子有穿過北海道 跟本州之間 那個很窄的青金海峽 那個日本 為了讓國際船隻能夠通過 那個本來不是國際水域的 因為在那個十二海里之內 所以日本把那個領海縮小 中間騰出一點點叫做國際水域 然後呢 中共跟俄國的軍艦 就一字排開 這樣很小心的穿過去 他說國際水域 我當然可以航行 而日本說可以可以 你可以航行國際水域 福建艦 因為它取名叫福建 當然是針對台灣對不對 問題來了 打台灣需要用航母嗎 不用啊 航母是用來飛機起降的啊 你的飛機如果要來攻擊台灣的話 從內陸的那個 陸地上的基地起回就過來了 對喔 這麼近耶 其實沒有很遠耶 航母是做什麼用 是緩介入用 對美國日本的那個 要來支援台灣 航母去跟他打的 所以他覺得美日 真的會出兵 他當然知道 那問題是你的福建航母 能跟美國的航母對打嗎 第一個你不是核動力喔 然後第二個航母是支持艦載機喔 重點是那個戰鬥機喔 那戰鬥機的話 你能跟美國的那個 譬如說F-35B 隱形戰機最新的最新款的 你能夠跟美國的 譬如說F-22 F-16 V F-15 這些戰鬥機來交手嗎 這是一個問題嘛 問題在這裡 然後呢 航空母艦出來 是給人家打的喔 你必須有護衛艦隊群喔 護衛艦隊群的話 包括驅逐艦 包括巡洋艦 最好是那個 那個神盾級的 能夠偵測來襲的飛彈 你要去保護這個航母 航母沒有人保護的話 那是移動的棺材 鐵棺材 它是被打的 對 所以你要照那個 護衛艦隊群 又是一筆龐大開銷耶 然後你的飛機上面 要有好的飛彈 要有好的雷達系統 好的發動機 還有隱形功能等等等等 那個要最先進的戰鬥機才能夠 證明航母的價值嘛 那個你有沒有 再來 護衛艦隊群裡面還有一個東西很特別 叫做攻擊型核動力潛艦 那個很貴喔 你有沒有 你沒有的話 你跟美國打什麼 所以那個兩年後才要交互使用的這個福建號航母 這個時候來講這個事情 就是一個政治上的宣傳動作 就是在秀肌肉 因為他被美國這個講大話 叫被美國訓話以後 心裡很不舒服 對不對 所以做這些動作 其實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福建這個航空母艦本身就掉入美國的坑 軍備競賽的坑 你這個航母的話花費多少 就算將來全部完工開始使用的話 航母一開出來 每天就要燒三百萬的費用 你那個航母的話 費用很龐大 一盤燒錢 你光是蓋 油錢就不得了 你光是蓋 以後使用的時候 維持正常運作 那些費用很龐大的 所以那個是一個全坑 然後你中共就掉進去 完全中了美國的盤算 美國就是要你消耗 美國就是要跟你中共長期消耗 然後你還真的陪美國去玩這個消耗戰 中共真的是在兵法上輸美國一劫 這個福建號怎麼 所以美國的軍事對抗 把你引進 然後你現在 因為他有一個戰略構想 要成為海權大國 我們知道海權的話 美國是海權國家 歐洲的話是英國 亞洲是日本 所以三個海權國家 都是那個堅定的同盟 對不對 好 中國是傳統上是陸地國家 陸權國家 他現在面對太平洋 他要發展海權 OK 但是你要有一個過程 中國人民解放軍 從來沒有打過海戰空戰 他打的是陸地戰 游擊戰 陣地戰 這個 沒有海戰的經驗 日本起碼還用兩艘航母戰鬥 去打夏威夷 打過那個鄭州港偷襲 人家怎麼用航母有經驗 你中國根本沒有 所以你現在必須要先把硬體蓋出來 然後你的戰鬥機的飛行員 還要經過特別的訓練跟培養 要飛行時間多少多少小時之類 你沒有辦法開那個先進的戰鬥機 你航空母艦幹嘛 你如果緩介入戰爭 所以這個東西消耗的很厲害 所以中共當初有一個追求海權的一個戰略構想 就是第一島鏈裡面包括台海南海 是變成內海 再來第二島鏈裡面 像南太平洋這些變成內海 包括東海的 對 那所以他開始要搞那個海軍的建設 OK 但是這個很像我們跑去行天宮許願 願望很美 但是沒有辦法真的落實 然後你在那邊發飆有什麼用 你看看人家美國的那個航母戰鬥群 是十一個 其中有一個在維修 十個的話是兩個航母戰鬥群 一個戰鬥編主 然後美國有五個戰鬥區 北大西洋 南大西洋 地中海 印度洋跟西太平洋 就五個戰區分配 每一個戰區兩艘航母戰鬥群 人家做得好好的 為什麼 因為美國要承擔起世界警察的這個工作 這個責任 他必須 那你中國要幹嘛 你中國你要打台灣用不到航母 你打台灣的話用的是什麼 兩棲攻擊艦 兩棲登陸艦 把部隊跟重裝備搶攤 送上那個攤頭 這個才是你要用的工具 你去用航母打台灣不是用航母 所以這個東西完全是 我們講說走樣了 整個戰略走樣 你要海空封鎖台灣 也不是用那個 因為陸地上完全做得到 你幹嘛要搞航母 你搞航母的話 就是說我也有 你看他說要超英 超過英國要趕美 超英趕美 你幹什麼 如果你要建立你的海上 控制你的海上運輸線的話 有三個艦隊 東海南海跟那個印度洋 三個艦隊 每一個艦隊戰鬥編組兩艘 然後再加一艘 再維修 總共要七艘 七艘航母戰鬥群 你弄還沒有弄好 你就跟美國叫板 你真的要玩也可以 你要玩大國博弈 要海權追求也行 你總要一步一步來 對 人家被美國一刺激以後 語無倫是囂張了 不過老師 美國那個話說得很重 如果他真的講說 你敢打台灣 我就給你戰略性的毀滅 對啊 這個話說得非常重 他是真的 中國動作大到 美國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如果你是中共的話 你當然這個 就是好像被打耳光打到頭昏了 對 被這樣一捏我愣住了 對 你受了很大的刺激 這個是羞辱 所以你才會看到一連串的 羞辱還不敢回嘴 就這個月 一個一連串的動作出來了 包括去繞日本 福建號下水了 只好虛張上市 包括還說什麼 台海是內海 不是國際水域 這些動作有點 怎麼講 就是不講道理 有點不講道理 原因之一可能就是 在香格里拉對話 被美國訓話 哦 哦